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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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告诉你 黑白啡这种三色猫 一定是骗来的 我没理由搞错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 你也要相信欣教授 三色猫大部分都是痴性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种三种颜色 分别是黑色、白色和啡色的颜色 分别在两条不同的X的染色体上 如果有两条不同的X染色体 其实就一定是痴性 但如果是那些绝少数的三色猫 是红性的话 其实它是不正常的 因为正常的红性有X、Y的染色体 但是那些三色猫 红性的猫 就会有X、X、Y 所以它一般来说都没有生育能力 原来三只都是猫 都说的 那它们不是一家人 就是三姐妹 这个是珈其 这个是我 这个是森榮BB 那我呢 你呢 你呢 你当然是老虎 冷冷强夜心 梦感深 明日我又继续哀怒 返悟沉 不要再唱了 你这个心灵是冷 不单止令到我的心 我现在令到我的心 都觉得很冷 哎呀 我只是发自内心 你别阻挡我了 冷冷场 其实你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放弃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会等到一个 可以溶解你的心的人出现 天啊 怎么才会令到猪扒的心 解冻啊 你这么快 又承认自己是猪扒 傻猪猪 哎呀 我是说 你的猪扒 咦 这么像样子 解冻啊 要拿去 煮个面做宵夜 想加快猪扒 谁知道 嘩 咬到咬咬咬咬 不想等到天光 吃早餐才解冻 就要问方博士有什么办法 客事有非 明明是非 方博士 我们想解冻凍肉 有什么方法呢 美安 你知道我出名 是有探究精神 我不容许你这样 我们要自己先试 什么都问方博士 但有人说 放在厨柜的云术上有效 亦有人说 放在煎餅上有效 不如我来做一个实验试 你们可以先试一下 不要重容这些人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买了一些 无量大小 和厚薄都差不多的 猪扒回来做实验 现在看看他们是多少度 其实都差不多了 接着就把两块猪扒 放在云术上 另外也把两块猪扒 放在煎餅上 放在煎餅上 好 接着怎么样 没有 放在煎餅上 刚才那几块猪扒 等了很久也没什么反应 其实我也觉得好像等了很久 不如试试另一种方法 你这盆是室温的水 我这盆是60度的水 不如我们试试 看看哪个可以溶解 都快点 好 我这个直到好像熟熟的 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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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切 好像软 软 对 如果你喜欢吃三成 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试试放在室温水的猪扒 其实也切得开 但其实里面还挺冰 对吗 而且刚才切的时候 也要挺用力才行 对吗 放在热水里的猪扒 比放在室温水里 但也看到放在热水里的猪扒 肉质好像变了 那会不会流失营养 或者有卫生问题 其实会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家庭里面 仍然我们很想快脆 把猪肉解冻 很容易放在暖水 或者低温水里 所谓的啤水 来处理 其实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一方面 其实水里面 会有机会 溶解了很多氧分的流失 而氧分里面 正正是让细菌 细菌细菌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的 好 等了15分钟之后 回到这个 雲石上的猪扒 虽然都切到 但也要用力 是吗 我看到有很多冰在上面 对 硬不硬 都硬 我们倒放在煎炭上面的猪扒 好 这个容易切很多 对 这个煎炭 就让雲石融解得快 为什么 这个就牵涉到 我们每一个物料里面 都有不同的热传度能力 由于我们的煎炭里面 是有一些铝的合金造成 而云石里面 是一些石头 由于两者之间 这个铝的合金的热传度能力 是高于云石很多倍的 其实热传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物料 本身是会将附近空气当中的温度 很快去吸热 从而将这个热能里面 就带到我们的猪扒 刚才的猪扒是冰的 是结冰 所以用这句话里面 有很多冰蒸 由于它吸了热之后 冰就开始慢慢融化 从而达到解冻功能 不少人家里的微波炉都有解冻功能 我们就根据列明的指示 将猪扒丁五分钟 看看会如何 方博士 刚才我们很聪明 想着有一个很快的方法 就是用微波炉 但谁知道有些解冻到 有些还在冰 那是不是不太好 在微波炉的原理 最主要是里面的水 因为水分子 当它获得能量的时候 令到冰蒸慢慢溶化 来做一个解冻的效果 某场底下的反应 一定是从外至内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看到 一个现象 外边看似解冻 但当你看到里面的时候 仍然还未解冻得完善 所以是有少少风险的 总结这次的实验 冻药放平底锅解冻是比较快 营养流失和卫生问题都较少 不妨一试 波士波士 肚不肚饿?请你吃饼 不用了 谢谢 波士波士 口含毛 需要喝杯水吗? 不用…谢谢 波士波士 我们今天干什么实验 不用了 自己搞定就行了 什么?自己搞定? 是啊 我们换衣服了 给人面好 你也是? 自己搞定它 你们会碰的 吴恒梁博士 Dicken 他今天神神秘秘 究竟这个实验如何自己搞定呢? 可事可飞,明辨是非 博士,你叫我们自己搞定 你不要偷懒我 就是 今时今日的态度是不行的 我交我的球给你 想敷衍我们? 哼,为什么交球真的会自己升起? 难道他做了手脚? 我们一于试一下网球 咦?又升起了 评分球可以吗? 都可以 真是自己搞定 博士果然没有骗人 两位主持都说你们可以自己搞定 博士 这件事经常都在掌目人看到 有什么特别? 其实是一个物理现象 根据流体力学 白脑尼定律 如果气流很急很快的时候 气压力是低的 你看到我们有一个吹风机 吹一些气流出来 经过这个波 所以在波附近的气压就会低 但是在波以外的地方 气压是高的 因为有高的气压、低气压 所以会产生一个力 这个力就由高的气压去低气压 所以这个力就可以抵消了地心吸力 而把这个波可以停留在空间 如果没有吹风机的气流 用其他力量可否也做到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用水流 因为如果波进入水流 就好像进入低压区 附近周边的地方都是高压的 所以也有力量可以将波浮起 但这个游戏这么简单 有没有有新意的呢? 当然有,有点厉害 不过都是要你们自己搞定 好的,放在我们身上 看你了 说一下又走了 究竟迪琴博士是怕了我们 还是想偷懒 博士,你是哪一集的? 果然寶多美佬 我已经一百年多了 这个实验你们自己搞定了 又自己搞定? 博士,自己来也是不会玩 始终都要我出马 当然要你出马了,博士 不过为什么这么奇怪? 单车轮转向左边 博士的人就向右边转 好,让我也试一下 原来身体不用用力 单车轮是会令我们相反方向转 好玩啊 博士,为什么我们会和单车轮反方向转? 让我解释给你了 其实主持人和单车轮都是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我们有静止的惯性 因为根据牛敦第一定律 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 静止的系统永远都是保持静止的 当我们拿着单车轮 在水平面的位置转动的时候 系统为了要保持静止的惯性 所以人体就会自然产生一个 相反方向的转动 去抵消单车轮所带来的影响 除了单车轮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例如风筒 如果风筒向左吹的时候 你的人就会有反动力 就会向右转 玩什么呢? 打完卡 喂 实验就完成了 你两位麻烦你收拾一些东西 收拾东西? 你自己搞定了 T-type 有没有搞错? 你们两个是非正 生命好实是名贵 很高兴 三位男人都是人齐做个访问 好 佳琪 你跟生命比较还是RE比较? 我觉得你的问题肯有问题 对 你知不知道? Soumy是我兄弟 Ali是我姐妹 我都这么好 我不懂 我怎么这么疼 Soumy 那你觉得你和佳琪比较合 还是Ali比较合 其实我们三个都很合 比亲生姐妹更合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不用问 大家用眼看 我们真的很好 我从来没访问过这么假的艺人 你们三个不要叫屎非正 叫大话正算 长大都在垫倒屎非 我说你们很假 我们很好的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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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